還記得今年AMD在台北電腦展的線上發布會上公布的Ryzen 5000系列APU嗎? 可以說這一代的APU算是有史以來最多人期待的一次了 這也歸功於今年顯卡價格瘋漲的現象 不少玩家也希望可以用上性能不錯的核顯來過度這一次顯卡價格高漲的日子 我手上的這一顆就是全新的APU處理器Ryzen 5 5600G 而這一顆APU的各方面性能到底是如何的呢? 一起來看看吧 這一次拿到的Ryzen 5 5600G更新到了全新的Zen 3架構 雖然還是同樣採用台積電7nm工藝 但IPC對比過去的Zen 2架構有不少的提升 Ryzen 5 5600G搭載了6核心12線程基礎頻率給到了3.9GHz 而加速頻率可以到4.4GHz 搭配的核顯規格為Vengar 7 官方給到的核顯頻率為1900MHz 標稱的DTB功耗為65W 這樣的規格對比起上一代的Zen 2架構的4650G 還是有明顯的提升 同樣是6核心12線程 5600G對比起4650G除了在頻率有著更多的提升以外 L3緩存更是翻倍來到了16MB 雖然規格比起上一代APU是有明顯的改進 但是對比起同樣是Zen 3架構的CPU 5600G的L3緩存還是只有5600X的一半 別看只是少了那16MB的緩存 要知道過去不管是Zen 2架構還是現在的Zen 3架構 最大的優點就是擁有非常多的緩存來彌補內存性能較高延遲的問題 因此這一刀16MB砍的還是有點痛的 而且只支持最高PCIe 3.0協議 並不支持PCIe 4.0 對於PCIe 4.0協議有需求的用戶也要特別留意一下了 在進行測試之前 也要來和各位介紹這次的測試平台 主板採用華擎B50太極Razer版 超級豪華的規格搭配Razer聯名的燈光特效 可以說是Razer品牌愛好者的信仰選擇 雙CPU把柄供電以及超誇張的散熱裝甲 整體給人的感覺就是炫 記憶體內存採用科夫Block X雙通道32GB DDR4-3200C16 硬碟是C接發援固帶5201TB 燈光器為了不造成瓶頸採用的是貓頭鷹D15 敵人採用的是海韻Prime GS1000金牌電源 另外這次的處理器理論性能以及專業性能 將會測試5600G、5600X、4650G以及3600 並且是以主板默認PBO模式來進行測試的 而遊戲測試這部分將會對比5600G和4650G的VEGA7 並且加入隔壁i9-11900K的UHD750 我也會專門給4650G和5600G進行溫度測試 看看5600G對比4650G在溫度表現上是否有所改進 同樣我也會給這顆5600G進行手動超頻 看看5600G的超頻性能表現 最後我也知道很多人想要了解 5600G是否能作為一款顯卡價格過高的過度處理器選擇 也會以5600G、5600X、4650G以及3600 分別加上6700XT顯卡 來看看加上顯卡後的遊戲性能表現 首先是CPU的理論性能測試 在Cinebench R20的跑分表現中 5600G的單核表現憑藉著Zen3架構的優勢 比起Zen2架構的3600G和4650G有明顯的提升 不過還是明顯不如自家的5600X 多核性能的差距也一樣是如此 5600G對比起4650G提升幅度為17% 但是對比5600X 由於設計上的差異 性能還是略遜於5600X的 兩者的差距為5% 換到了更新的R23跑分當中 表現和R20是一樣的 5600G對比起上一代的3600和4650G 不論是單核還是多核都有非常多的性能提升 差距來到了14%和16% 不過還是明顯略遜於5600X就是了 差距為7%和5% 不過比起4650G依舊還是有17%的提升 而在Brander的3D渲染測試中 5600G的渲染性能剛好就在5600X和3600之間 由於自家的3600和4650G的同時 卻明顯感不上5600X的性能 5600G對比4650G的差距在5% 而對比5600X 還是有7%的差距 再來是Hambrake視頻轉碼測試 在H264的轉碼表現中 5600G對比5600X的差距非常小 而且明顯優於3600以及4650G 5600G對比4650G提升了9% 而換到了H265的轉碼測試 5600G就明顯不及5600X了 差距拉開了不少 兩者的差距來到了7% 但比起3600和4650G 性能的提升還是相當的多 5600G比4650G的提升在14% 從處理器理論性能和部分專業性能測試中 可以發現5600G對比4650G 還是有非常明顯的提升 但相比起5600X還是弱了一點 可見較低的頻率 以及砍了一半的L3緩存 也造成了不少的影響 接著是進行3DMark Tanspy跑分測試 由於5600X和3600不帶核顯 因此得分成績將會分為 兩款APU之間的對比 以及所有處理器加入6700XT後的對比成績 在兩款APU之間的對比下 5600G在CPU理論性能明顯是比4650G更好一些的 提升幅度來到了7.5% 由於兩款處理器都是同樣採用1900MHz的Vega7核顯 因此圖系性能這部分 兩款APU的表現基本一致 而加入了6700XT在進行跑分對比後 5600G對比4650G還是有5.5%的提升 比起5600X差距更是不到1%了 基本可以算為誤差 然後就來到了我們最愛的遊戲測試了 首先就先從壓力最低的英雄美們開始好了 雖然5600G和4650G都採用相同頻率的Vega7核顯 但由於Zen3架構的優異表現 5600G對比4650G還是有13%的提升 而相比起32EU的UHD750 哪怕是i9 11900K都同樣打不過5600G 差距更是有103% 所以我可以說5600G比1 11900K還強一倍嗎? 然後在CSGO當中 1080P最高畫質下 5600G勉強可以跑出平均升86幀 而4650G也不差 還是能夠有83幀的表現 至於UHD750就比較可憐了 只有39幀 和Vega7的差距還是翻倍了 這次當然還少不了我最愛的DOTA2了 首先在1080P最低畫質中 5600G可以跑到平均162幀 相比起4650G的134幀提升更是來到了20% 而UHD750連最低畫質都只能跑到36幀的表現 差距你們就自己算吧 不過我也想看看Vega7在DOTA2最高畫質中的表現 所以我也另外測試了1080P最高畫質 5600G勉強能夠維持在平均52幀 距離最高畫質60幀暢完只差一步之遙了 相比起4650G還是有26%的提升 UHD750還不至於卡成PPT 只是差距還是由你們自己來計算吧 Win了避免更多的紛爭 之後的遊戲我就不再提起UHD750的差距了 有興趣的可以按下暫停時期觀看 而這次我也測試了原神 在1080P中畫質特效下 5600G可以跑到平均52幀 比起4650G的47幀還是有10%的提升 不過光是測試這些壓力不怎麼高的遊戲 我相信各位還是不怎麼滿足的 接著就來慢慢調整壓力更高的遊戲了 我們先從GTA5開始 在1080P中畫質跑基準測試計算平均幀數 5600G可以維持在平均83幀 而4650G則是77幀 雖然有著7%的差距 但兩者都是可以在中畫質下進行暢玩 之後我也切換成最高畫質再進行測試 嗯... Vegasite還是沒辦法在最高特效暢玩GTA5的 只能維持在23到26幀 然後看看絕地求生 1080P最低畫質測試下 5600G的平均幀數來到了71幀 而4650G則是65幀 差距在9% 這兩款APU也算是能在最低畫質下暢玩時期了 再來是古墓烈影暗影 1080P最低畫質下 5600G和4650G就只有一幀的差距了 分別為35幀和34幀的平均幀數 最後來看看目前測試壓力最大的遊戲 Syvork 2077 以上來什麽都別管 就是1080P最低畫質 同時打開智能CSS渲染模式 5600G的平均幀數是37幀 4650G的平均幀數是34幀 都是屬於可玩但不夠流暢 於是我再試試切換到720P看看 這下就流暢很多了 5600G和4650G都能跑到53幀和51幀的平均幀數 雖然說畫質看起來不是很爽就是了 但總算還是能夠流暢有軟 畢竟這可是不帶顯卡的APU而已 看完了遊戲測試 其實5600G對比4650G還是有不小的提升 但因為兩款APU都採用基本相同性能的VEGA7核顯 以至於導致這兩者的差距不會到那種自變的差異 4650G能玩得動的 5600G就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稍微表現更好一些 而4650G都完全玩不動的 5600G也別想玩動就是了 看來AMD也從隔壁學到了擠壓膏的本事 不過也不能怪AMD吧 來看看隔壁的11900K 你就知道為什麽AMD也被擠壓膏了是吧 接著來看看溫度表現 在進行了20分鐘的AIDA64 FPU壓力設施後 5600G的溫度來到了70度 相比起4650G稍低了一些些 而頻率的部分卻比起4650G多出了0.2GHz左右 功耗的部分則是維持在70W的功耗 在不考慮手動超頻所帶來的額外功耗前提下 市面上普遍絕大部分的百元風冷散熱器 都是能很好壓制的 再來就是要進行超頻了 不過這邊先給各位打個預防針 由於AMD處理器是有明顯的體質差異的 所以這次的超頻測試所能達到的上限 並不代表所有5600G都能做得到 因此超頻的測試情況僅供參考 最終這顆5600G我手動超頻到了全核心4.6GHz 電壓1.35V 在R23的多核跑分總算是超越了默認PBO的5600X了 而記憶體內存超頻的情況 我只嘗試了超頻到了3600C18 在網上就會出現突襲性能不穩定的情況了 具體是我的記憶體內存有問題 還是這顆5600G的問題我也會好說 不過在全核心4.6GHz外加376MHz的內存頻率下 再加上我額外將核顯超頻到的2050MHz 超頻後在Time Spy的跑分也有明顯的提升 在遊戲中的表現呢 差距就由你們自行判斷吧 最後還有一個追加測試環節 這部分的測試也是我在進行一半的測試後才決定追加的 由於5600G本身憑藉著6核心並且搭載Zen3架構的優勢 再加上擁有VEGA7這個相對還湊合的核顯性能 相信許多人都希望能夠用它來取代沒有核顯功能的5600X 並且等待之後顯卡降價後再構成一張價格不錯的顯卡 來彌補VEGA7遊戲性能的短板 遇到很多朋友或許真的會以這樣的形式來選購5600G 那麼就來看看5600G和5600X 再插上高階顯卡後的性能表現 這次我是選擇YGA6700XT來進行測試 並且全部同樣以1080P最高畫質來進行 首先是CSGO 這遊戲是非常吃內存和緩存性能的 5600X憑藉著架構以及更充足的L3緩存 是遠勝於其他三款處理器的 哪怕是同架構的5600G 幀數差距都來到了15% 之所以說問題出現在L3緩存而不是頻率所導致 可以參考4650G和3600的對比情況 在默認PBO模式下的4650G的頻率是遠高於3600的 但同樣加入了6700XT顯卡後 幀數卻低了不少 這也是因為4650G只有3600一半的8MB緩存所導致 在DOTA2里也是如此 5600X在這裡的提升是更加的明顯 和4650G的差距更是來到了29% 同樣的問題在4650G和3600之間也是如此 只不過4650G因為頻率比起3600更高 所以差距並沒有4650X和5600G之間那麼大 換到了設計遊戲絕地求生中 情況還是一樣 5600X依舊能夠保持墊上架構原有的性能 而5600G雖然表現比起3600更好一些 但並沒有特別飛躍的性能提升 接著換到3A遊戲看看 在古墓烈影暗影中 這樣的情況依舊存在 只不過比起之前的競技遊戲情況好了一些 但差距依然明顯 然後是極限競速地平限式 這遊戲的情況就好很多了 但3600反而在這裡反超了5600G 這成績我是測試過好幾次的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結果 不過4款處理器之間的差距是真的縮小不少 最後是刺客信條英靈電 這次的測試就比較符合3A遊戲應該有的情況了 4款處理器的表現都在同一個水平 上述的測試就能夠明顯告訴各位 5600G並不能夠取代或接近5600X 成為一款不錯的遊戲處理器 絕大部分的遊戲場景中 5600G的性能都是明顯不如5600X的 因此想要以5600G來取代5600X的朋友 我想你們是真的要再好好思考一下了 雖然說我所測試的場景 是CPU性能差異價為突出的1080p場景 而在2K以及4K場景下 這性能差異也會隨時縮小一些 不過畢竟5600G最初的設計是針對那些 不太需要較高顯示性能的用戶所需的 而不是用來應付如今顯卡價格高漲的替代品 我會以替代品來標記這顆5600G 其實也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廂情願罷了 目前5600G的官方定價是在259美金 定價是遠低於5600X的官方定價的 因此性能比起5600X更弱也是在所難免的事 再加上5600G還自帶Vega7的顯示性能核心 想要5600G能夠以下放散是不太現實的想法 不過這價格搭配如此的性能 給那些本來就不打算選購高階顯卡的用戶 卻希望有一顆性能不差的處理器 並且還能有一些輕度遊戲的流暢體驗 還是個不錯的選擇 只不過正是開售的時候 是否也能以如此的價格入手 我抱著懷疑的態度 在我看來5600G落入零售市場的價格還是會有些溢價的 但是如果溢價不是很多 還是有一定的選購價值 總的來說 Zen 3 CPU和Zen 3 APU本質上還是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如果說想要以APU來過度如今顯卡高漲的時期 也不是不行 只不過就必須接受之後外接顯卡後 性能卻不如原生Zen 3 CPU那麼強勁 如果說你有做好如此的心理準備 那麼我可以說 這一代的Ryzen APU是最值得入手的一代 前提只要正式售賣是在官方的定價 又或是溢價並不嚴重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希望這次的內容可以讓各位更加清楚 5600G本身的優缺點 並且了解它的特性之後才做出選購選擇 如果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就別忘了點讚分享支持一下 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對這次5600G的APU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Kenny 我們下期影片見